共产党 刚刚记得命令 那批共党要发要转移的 如果你改变主意了 就打电话给我 再见 愣着干什么 快把军装脱了 梁副院长是共产党 那金玉蓉呢 这就是共党的美人计 他们就是想要把你拉下水 金医生 在忙吗 周市长 有事吗 我过来拿药 顺便过来看看 请坐吧 谢谢 金医生是这样 我有一个不情之情 请讲 我下午会去露山驻地公务 我想请金医生跟我一同进山 去露山 是 我最近头痛又总是发作 露山偏僻 身边又没有专业的医护人员 如果我发病了 没有人照应 我好像不是某个人的私人医生吧 金医生 我是国民党军二十二师的师长 我的安危和健康 直接关系到锦城的安危 我请你去 也是为了工作 也是为了抗战的大局 周市长 好像在用抗战的大帽子 来压我 金医生误会了 我是在请求你 既然是请求 我就可以拒绝对吧 对不起 周市长 我不能陪你一起去露山 如果需要的话 我可以从我们科室抽调一个大夫 陪你一起去 市长 刚刚记得命令 那批共党药犯要转移的 金医生 希望你考虑一下我的请求 我今天下午五点钟出发 如果你改变主意了 就打电话给我 再见 梁副院长是共产党 那金医生 那金医荣呢 这就是共党的美人计 他们就是想要把你拉下水 市长 该动身了 好 好 喂 是金医生啊 好 我在这儿等你 走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